我们两位老师的手指头都是相当忙碌的 不管是我们的左手要负责按旋 或者是我们的右手要负责拨旋 其实我们说琵琶是不是 琵跟琶分别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技巧 对不对 琵是这样 扒是这样 弹跟挑的意思 那么琵琶也就是这么好懂 不是那个吃的琵琶 是演奏技巧上面有 琵跟琶 那么两位老师呢 刚刚在演奏当中 还有展现一个非常厉害的技巧 叫做轮指 对吗 那这个轮指呢 是我们属于琵琶特有的 不是主修琵琶的 轮起来都会像肢体弹这样的 那么那个两位老师呢 他们需要用五支手指头 分别不停的轮流 来去弹奏同一根弦 来让我们的声音能够得以延长 这是属于我们弹播乐器 点状乐器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技巧 那么呢两位老师想必也是抓养达人 这个很想要请你们帮忙抓养耶 哎对感觉很会抓哦 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 很舒服哦 而且跟那个鼓针跟琵琶是两种不同的抓法 琵琶是往外抓 鼓针是往内抓 对不对 不一样的抓 你们会不会有时候抓养抓一抓之后 然后就有一个困扰就开始了 不小心就开始了 职业病职业病 有错有错 好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还有一首歌曲哦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也是相当相当的精彩哦 跟刚刚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历史当中哦 这个赤壁之战哦 其实有一曲同工之妙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的霹雳布袋戏 这首歌曲叫做燕王夫妻双琴奏 讲到双琴奏呢 就知道有两台琴哦 两把琴要一起来做演奏 那么呢之前我们也会配古针来一起做演出 今天呢是两位老师两只琵琶的版本哦 那么也是相当震撼的一首歌曲 我们有请两位老师一起为我们带来这一首 烟花呼吸双琴奏